好 等於說這位陳院長 在擔任行政院長之後 第一個行政上的行程 就是到指揮中心去 那麼討論的就是疫情鬆綁的做法 好 那大家就要問 到底什麼時候我們的口罩令可以解除呢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王必勝今天就說 已經就在討論 室內口罩令要開放的規範 預計這個禮拜四後天就可以公佈 什麼時候來實施 還有什麼樣的日期會開始來做 我們看到戴口罩將近三年了 從2020年的四月 先是大眾運輸戴口罩 那麼後來到這一年的八月五號 是全面性的戴口罩 一直戴了兩年多 然後到去年的十二月一號 才有戶外面戴口罩 那麼接下來就是室內的部分 不過室內就是還要不要再分 就是更多的細節 那這個就是禮拜四會來公佈 那方向上類似韓國 這個細節就在討論 而國外的疫情的降級 帶您看日本已經決定 就是五月八號會降級為季節性的流感 美國在五月十一號也會結束 這個新冠疫情是國家的緊急狀態 好 大家都在降級了 而另外呢 我們比較快的要看的是 邊境防疫措施的放寬 二月七號開始取消 自中國來臺旅客的裁檢 維持不開放中國觀光客來臺 那麼入境有症狀的話呢 才需要領快篩試劑來驗 好 這些都是逐步的開放 不過呢大家在過晚年之後 我修了這麼長的假期 也要注意一下 我們的這個本土案例呢 有稍微浪崩 跟過年之前呢 比較多一點喔 其實來到了三萬兩千零二十三例 境外兩百六十四例 而死亡也有三十二個人 三階段口罩令 即先前只會中心公佈 戶外不用戴口罩之後 這週預計將在宣布 市內有哪些地方需要戴口罩 其分是台鐵高鐵 或是我現在所要搭乘的捷運 這樣的大眾運輸工具 因為是密閉空間 人潮又多難維持涉舟距離 所以必須繼續戴口罩 還有醫院也是因為感染風險高 所以維持口罩規定 不過細節還要再討論 據指定的場所 也有可能會再繼續的微調 或者是增加 隨著防疫逐步解禁二月七號起從中國直飛臺灣或是中國起乘自港澳轉機的旅客取消入境拓業採檢規定 林家七檢疫規定也從兩天快篩一次改為有症狀再篩就好 因此機場港口發放給入境者的快篩也將從每人四季減為一季 國際的疫情趨緩 那以現最近來說那降了大概20% 並沒有新的這個具有這個嚴重威脅性的這個變異株 相隔三年疫情趨緩 臺灣逐漸恢復正常生活 但是防疫放寬還是得步步為營 華視新聞馮正麗虹解台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